广东人爱喝茶在国内是出了名的 广州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据全国各大城市首位 是全国人均茶叶消费量的五倍 可以说广州居民在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 广东人爱喝茶商品经济又发达 喝茶自然从家庭走向社会 因而广东的茶馆多事事所必然 广东茶馆数量号称全国之最 但它的茶馆却可以说是食馆 真正饮茶的茶馆数量倒没那么多 这可以看作是广东茶文化的一大特点 即它的茶文化属于饮食文化的一种 本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广州茶馆文化 广东第一家茶馆出现在什么时候 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 明代时应该已有茶馆 茶方或茶寺了 广东茶馆以广州茶楼最为典型 就使广州茶楼分为中高低三个档次 低档次的有一里馆 二里馆 这类茶馆成设简单 一般只有几张桌子 几条凳子 门口挂一个木牌子 写着茶话两个字 供应简单的茶水和麦芽粉 松糕 大包等大众化食品 使劳动人民歇脚 解渴 解饿的地方 应收费低廉而得名 中高档茶楼稍晚些才出现 如陶陶居 陆宇居 天然居 莲香楼 惠如楼 三如楼 南园 北园等 这些茶楼大多建筑豪华 成设复利 布置雅致 地方宽敞 当然 茶叶 器具都很讲究 多半是慈展期明茶 所以高级点心 中高档之间的区别 就在于规模大小 以及成设 布置的档次差别 现在广州还保留有 不少传统的茶楼 至今生意兴旺 1880年创建的陶陶居 招牌是康有为提携 曾经风光一时 后经营不善倒闭 现在的陶陶居 是1933年改建的 改建后的陶陶居 大楼为三层钢筋混泥土结构 上盖六角亭 其建筑彩画装饰等 极富岭南风格 内设卡座正乡 大观园 莲西青社 八卦图形等卡座 别具匠心 室内装饰精美典雅 四壁悬挂名人字画 诗词对联 室内设置的七彩玻璃屏风上 刻意诗画 供查客欣赏 陶陶居寓意来此平民 乐野陶陶 加上服务一流 美典上城 历来为中外文人默客 商界人士聚会之所 鲁迅 徐广平 八经 白居荣等 都曾是陶陶居的座上客 创建于1889年的莲香楼 共有三层 首层蒙前为棋楼 层高约六米 两边各有一根 埃尔尼住室 二三层外观封为三间 各用四根埃尔尼住室 最上方为半圆形 及曲线形组成的女儿墙 大蒙蒙眉上挂着莲香楼 三字经期横扁 是汉林学士陈如月所书 莲香楼精美典雅的家具 岭南传统木雕和现代灯饰 使百年茶楼 面貌焕然一新 莲香楼的茶点非常有名 它的莲蓉月饼驰名 省港澳 素有莲蓉第一家之美玉 广州的茶楼有一特色 特别讲究蒙莲 曰茶莲 在整个广东 你经常能看到 这种多元文化的并存 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 对联是中国古代文化 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广州茶楼在这方面体现了传统 广州不少著名茶楼 不惜出巨资征集茶莲 不光广州的茶楼有茶莲 整个广东的茶馆乃至香葱小茶坊 茶寺甚至路边的茶亭 茶寮都有寓意深远的茶莲 给广东的茶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州茶楼的服务 让你有冰至如归的感觉 首先一进门就有迎兵小姐 恭敬有礼的问候 随后领至座位前就坐 接着服务员小姐 马上会走过来 询问饮什么茶 吃什么糕点 若一时拿不定主意 还会代为参谋 冲茶也很讲究礼仪 广州人讲究 茶量水滚 茶量指茶的品质上成 能满足茶客的不同口味 不会以此冲好 水滚 就是泡茶的水要滚开 由以煮至刚冒气泡的虾盐水为好 如此才能庆出茶的真味 泡茶时还要悬壶高冲 沸水飞泻入壶 这样才能使茶叶上下翻拱 冲锋泡出未来 倒茶时要茶蒸八风 以示千和有礼 与饮食相结合 这是广州茶馆最大的特点 广东地处热带 亚热带 体力消耗快 水缝流逝多 因而在饮食上 以少食多餐 且多汤水为宜 这大概就是广东人 三茶两饭 以及喝茶时要 一中两件的原油吧 广东的茶道和食道可以说结合得很完美 茶中有饭 饭中有茶 小碟 小碗 小龙 小盘 摆满一桌 把广东人吃茶的情调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 现在广州的茶馆和酒楼在经营上已经趋同 不像过去 茶馆不办酒席 酒楼不办茶室 现在的茶馆也经营酒水 饭食生意 酒楼也提供早晚茶服务 广州的茶馆 三茶里面以早茶最为热闹 从凌晨四五点直到中午十一点 饮早茶的客人络绎不绝 与商业相结合 在广州如果不泡茶楼 就融入不了广州的商业社会 如果没有泡茶楼的习惯 就意味着少了许多发财的机会 因为广东人的许多生意都是在茶楼谈的 许多的生意机会也是在茶楼听到 看到或悟到的 在茶楼谈生意有诸多好处 一是气氛和谐 功利性少了很多 更能赢得生意伙伴或竞争对手的信任 二是节约了时间 别看广东人喝茶喝半天 但还是节约了时间 既喝了茶又吃了饭 还谈了生意 三是消费不多 在茶楼请客人饮茶 比上酒楼便宜多了 也不寒酸 这非常符合务实的广东人的心意 茶品、茶点、饮茶方式多样 广东人饮茶品种较多 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六宝茶等种类 茶点更是五花八门 清代的时候 茶点种类还不多 仅有蛋卷、酥饼之类 清末明初 广东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窗口 茶馆自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 出现了面包、蛋糕等洋味点心 民国时期 茶馆点心日趋多样化 增加了各种富有岭南特色的包点 以及岭南特有的用肉类制作的烧麦 如豆沙包、麻绒包、椰蓉包、叉烧包、腊肠卷 以及排骨烧麦、干蒸烧麦、虾饺烧麦等 乃至现在更是各式茶点都有 西洋的、日式的、港式的、江浙式的、应有尽有 大众化 广州茶馆的大众化 一是体现在茶客上 二是体现在价格上 广州是个商业化社会 向来官本位思想不重 同时广州总体经济水平较高 贫富差距不大 中产阶级众多 因而上茶楼的茶客 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份 阶级差别意识 商人、工职人员、学生、企业主、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等等 都上茶楼探查 广州茶馆的价格也比较经济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广州茶馆文化 了解到广州茶楼有讲究盟联、服务到位 与饮食商业相结合 茶品、茶点、饮茶方式多样 以及大众化的特点 课后请你查阅相关资料 思考为什么说广州茶馆喝茶的氛围不浓 想要监仇 码道 气候 想要监工 预 bok 脱 现时 果 ここ 是 无 想要 我 总